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我们这集看中国消息 3月13日,星期三早 河北三河市燕郊巷有一栋五层楼高建筑物 疑似燃气泄露,引发爆炸 而根据央视报导 13日中午1点,燕翔救援够28人 其中2人死亡26人受伤 而这件事件中,根据大陆媒体报导 仍然有很多人失踪 根据他们报导所说 有一个招待所的南东主 一个参加太极游刀球队练习的老太 还有一个33岁的兰州拉面女老板 而根据《红星新闻》的报导 13日下午 遇难者有一个亲属表示 事故去世的其中一个人 是她外生女 遗体找到了 外生女的丈夫目前仍然失踪 两夫妻就在事故受损的建筑中开了一间招待所 她们是一个9岁的小朋友 母亲把小朋友送回学校出事 哇,这个非常之惨 小朋友一放学 就已经变成孤儿 9岁 其实已经是什么都懂 而界面新闻就报导 就是60多岁的李秀娟 就参加了一个太极游力球队 所以当日因为有练习活动 爆炸发生的时候 她带着患有 唐氏综合性的16岁孙儿 在涉事建筑物里面行走 好了,而李秀娟就表示 两个人去到3到4楼的楼梯转角的时候 砰一声 瞬间反应不及 然后两个人就跌了在裏 足足过了10分钟 她才能够透过濃烟 慢慢看清楚周围发生什么事 而她和孙儿坐在废墟里面 身上布满玻璃碎 和砖和土 报道讲到 这个叫李秀娟的人 左手手指骨折 同时她提到 球队里面有一个叫秦丽的老太 事故发生之后 李秀娟和秦丽的家人都打不通手机 而三河市的领导 中午去到病房 慰问李秀娟的时候 亦都讲到 各个医院登记的商者名单 亦都无秦丽 而李秀娟他按时间推测 秦丽当时可能非常之不幸 在一楼 就埋在废墟救不出来 而界面 新闻同事又讲到 有三个中年男人开车 往返现交幾个医院的急秦科 去找一个叫马秀兰的老乡 三十三岁的马秀兰 在事发的楼房里面 开了一间蓝州拉面馆 早早他们知道爆炸 又未试过打得通 马秀兰的电话 根据大陆多个媒体报导 发生爆炸的临街商铺 是一间炸鸡店 而根据极木新闻的记者 报导 他打通了这个炸鸡店的电话 工作人员就说他们无用燃气 至于隔离有无炸鸡店 他不清楚 这个工作人员还说 不是他们那里发生爆炸事件 事发的时候 他们根本都未开始营业 员工都未上工 所以他们店铺没有人受伤 如果是这样说 就好奇怪 因为好多报导 都说他是疑似燃气洩漏 是炸鸡店 但这间炸鸡店 大陆媒体说 他是用电的 有少少奇怪 再加上他们员工都无事 原来是未上工 再看其他报导怎么说 根据经济观察报报导 他说 在上午7点55分 就有一声沉闷的爆炸声 在河北现交响起 然后那些浓烟顺着爆炸点 腾空而起 去到上午9点左右 二次的爆炸发生 而他们的记者在现场看到 爆炸的时候 是伴随着一个很沉闷的声响 火光是在地下闪出来的 亦都有很多浓烟 而这个爆炸的威力是非常之大 波及的面积都好广 附近的建筑物玻璃都震碎了 甚至路面的汽车亦都受损 但原因好像有少少朴朔迷离 而附近的商户亦都说到 早上8点的时候 就听到噗一声 一出去就看到 对面整座楼都炸到没了 而新京报亦都找了个目击者 目击者说受损的建筑物是一栋五层的小楼 第一层是餐饮鲜花店多间商铺三楼招待所 顶层是一个架盖建筑爆炸发生之后 五层楼坍塌变成一层 如果它不是说燃气爆炸的话 你和我说这里是加沙地带 或者是乌克兰轰炸的画面 可能我都会相信 一个这样的燃气爆炸 可不可以有这么大这么强力的威力 而且炸鸡店那里是用电的 到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为什么会有所怀疑呢 原来央视的记者是央视你没听错 他去现交采访竟然受阻 而中国的记者协会甚至乎是发了铺文出来 说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 而这个铺文在澎派新闻那里也有灯出来 澎派新闻也是官媒来的 看看他怎么说 中国的记协公号3月13号夜晚发了个消息 他说央视记者在河北三河现交采访 爆炎事故遇到阻滞 根据网传影片 总台记者杨凯玲 在爆炎事故的核心现场开展直播报道 他介绍当地的交通情况 亦都表示在500米之外架起了安全的境界线 他继续说到在现场能够看到 说到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两个黑衣男人上前挡住他镜头 中断了记者的直播连线采访 后来还有一段网传影片显示 有一个带着CNG中央广播电视台标志的女士说 说我们三个央视记者被十几个人推桑 如果这个网传影片是真的话 他们记协就提出三个问题 就说记者应不应该进行采访呢? 他说应该的 那么重大的公共安全事故 民众都希望了解更多信息 记者就用专业镜头去记录灾情实况救援经过 可以最大程度回应民众最关心最关切的东西 制止谣言传播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记者是不是来添乱呢? 记协就说不是 记者是如实报道现场情况 以外中冷静专业客观进行报道 遵守新闻伦理规范 是能够最大程度去缓解公众焦虑 保障人民群众的指情权 在镜头被挡进行调整之后 记者还说来自应急消防和公安的力量正在介入 第三,一旨通稿是否能代替现场报道呢? 他們記協說不是,如果沒有媒體記者,公眾如何找真相呢? 一是看官方發布的通稿 第二是互聯網上流傳的各種信息, 但官方通稿不會面面驅導, 互聯網傳信息很容易產生謠言, 而媒體對信息的補充顯得優惠重要。 所以,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後, 有關政府除了要全力開展搜救及時救治受傷人員, 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 妥善安置受災群眾,保障群眾基本生活, 亦都要為記者採訪,提供便利, 不能夠為了控制災情,簡單粗暴阻撓記者正常理職。 看見了,彭泰新聞有報道記協的資訊, 央視都敢得罪,都真是好膽, 可能這兩位黑衣人是看不出人家是央視記者。 而這單這樣的爆炸案, 其實是全部媒體都非常之關注。 如果再有些什麼消息, 再同大家跟進回,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